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而且一定要把盘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才来决定动作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段时间里面 指挥官可能是这个市场上面 看得最清楚 表现得最为沉着的一个投资顾问 为什么呢 各位注意 我相信现在你看到的节目 大概就是两种 一种每天跟你讲传产股很好 传产股昨天大地震 对不对 然后今天其实也是地震 大家不要以为今天没有事情 只是他正别的地方而已 他只是保持一个万海 在那边上下摇动 其实其他的地方很多 那么都在大地震的一个过程 今天还是持续在地震的过程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也许有人要把传产股做一个所谓 很好的一个当充性质的场所 但是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一群人冲过来 一群人冲过去 加上什么 加上昨天有很多人 马上改口说电子股很好 结果电子股今天好吗 电子股今天好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只能讲这样一句话 每天在那边 看盘解盘 顺着盘去走 我昨天就跟各位说了 我看得非常清楚 我不像其他的节目一样 可以说是随风摆荡 甚至呢 不好意思讲 就是每天出手 拿你的钱来开玩笑 今天买传产股 明天买电子股 赢了就上来讲 输了就忘记 没错吧 我有没有讲错 反正就通通买 只要有一支股票 涨上来就上来讲 如果是这样的做法的话 其实你赚不到钱 对不对 每一个节目都讲得这么热闹 其实你没赚到钱 对不对 你告诉我 你问问你自己 对不对 你问问你的老师 我讲的是不是对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这叫反弹波 反弹波除了那个指数 会增加一点点 其他的意义都没有啊 他今天涨上来 明天可能吐回去啊 所以我说这个行情里面 只有一条路 只有一条路是最稳的 传产乱冲啊 电子弱啊 这个你赚不到钱 我敢跟你讲 这你赚不到钱 有的老师说 他不当冲的 你看看 行为股这样 他赚得到钱吗 那么整个大盘都呈现 非常不稳定的状况 甚至随时随地啊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 随时随地 假如美国股市有什么 风吹草动的时候啊 那每天震动的幅度 会超过你的情况 我只能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各位没有发觉啊 4746的台药 是黄敬总老师先跟你讲的 又涨停板了 然后呢 让我多保留一点 中正也涨停了 设备也涨停了 甚至集团股也涨停了 各位没有发觉啊 升级股是最稳的啊 而且我必须要跟各位讲一个 现在你必须要面对的事实啊 这两天当中啊 各位都知道说指挥官 其实对这个还蛮有研究的 从去年听到今年 我都可以写一本书啊 我如何观察 COVID-19 从武汉肺炎到新冠肺炎的历史 我都可以写一本书了 全市场上 没有第二个分析师可以做得到 但我要跟各位讲说 请各位留意一件事情啊 各位特别要注意到一个情况哦 那么英国啊 部分地区的变种病毒啊 又开始增加了 不是说打了疫苗很有效吗 结果呢 现在英国有点怀疑耶 那印度不是没有打疫苗耶 各位去想清楚这个问题耶 各位注意哦 也许这个所谓的病毒啊 我们必须要这么讲 今天另外一张字卡忘了带了 目前已经超过我们过去 对于病毒的想象 唯一可以讲的是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注意西班牙流感一共来了三次 不是一次哦 如果我们以今年来讲的话 算是新冠肺炎 武汉肺炎的第二期的话 第二次的话 注意历史上西班牙流感来了三次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其实台湾的生机股真的很棒 只是有些事情 可能你必须要到后面才知道 你看到没有 竟然有一家公司 专门研究对付变种病毒哦 除了高端以外 还有新的疫苗要出来 专门在研究变种病毒 那么长期抗战病毒啊 挑战变种病毒的疫苗 进入一期的实验 这是刚打完底部啊 所以这个市场上还没有人知道啊 而且第二件事情 我要帮高端疫苗 第二阶段再来讲一下话 有很多人说台湾干嘛自己做疫苗 我跟各位讲 台湾一定要朝自己自制疫苗努力啊 因为我们离中国大陆最近 全世界现在目前 你不要讲新冠肺炎从中国大陆出来 我相信这是公认的事实了 那么其实SARS从哪边出来 还是从中国大陆出来 你去年看过我节目的 看过类似我黄敬哲给你写的 传承告什么 你就知道说原来中国大陆 古代叫做战力之气 叫做伤寒啊 别说你啦 三国时代诸葛亮都碰过啊 赤壁的时候叫做伤寒 连曹操都碰过啊 中国大陆很多这种冠状病毒啊 有一两个你打不死的 那个就叫做新冠肺炎 那个就叫做SARS 你知道吗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请各位特别留意啊 全世界啊 中国跟非洲啊 这种病毒是最多啊 你不要说老师 你把非洲拖进来 我就是要把它拖进来 这是学术道理啊 所以欢迎所有朋友 那么接下来请你注意哦 因为这次的生计股 我认为是一条人类 也许是我们台湾最长线的道路 所以它走势是最为稳定的 请各位一定要好好想办法 卡位这个新疫苗概念股 高端怎么长上去 也许明年的高端 我第一年给你恒大 第二年给你高端 也许第三年 就要给你这档股票了 现在你 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有可能像是什么 像是去年啊 去年4月28号 我在讲高端疫苗的位置啊 去年5月4号我来上节目 我讲这档股票的时候 很像是高端疫苗这个位置 甚至是这地方更低了27块钱的位置 也许你现在还看不见 但是我常常讲说 等到第一波上来 第二波上来的时候 等到这一上来的时候 没有人不知道它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么他只是准备要帮疫苗 做后续的充田工作而已 结果一路上 拼拼拼拼拼拼长停 一路上拼拼拼拼拼拼长停 什么叫做充田工作 来的时候一大罐 把它分成很多小 来的时候一大罐 然后把它分成很多个 可以打在你身上的 叫做充田工作 这样就连续性 涨了四支停满上来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疫苗来了没有 这个是不管你是中国疫苗 台湾疫苗还是 还是美国疫苗 现在有人讲中国疫苗 反正他一定会做得到事情 各位看到没有 股票市场 谁能够先卡位的 谁就是获胜 你说有人讲说 那个蓝色的时候 要拿上海的复兴疫苗 是不是 那也是要来充田 来的时候一大罐 你要分装成很多小罐的 那高端出来的也是要分装 同样的美国来的也是要分装 他就做这个工作 谁告诉你的 黄敬泽告诉你 请问一下 到底是万海比较稳 还是台药比较稳 我还真的不好意思讲 所以因为绝大多数的分析师 根本不懂生技股 所以一条最稳定的道路 我真的讲一句话 股票市场有一件事情 这是我三十年来最重要的心得 股票市场不会让你没路走 是你自己找不到路而已 股票市场不会让你没路走 是你找不到路而已 生技股我都说今天要保留 最容易获胜各位看到没有 生技股最容易获胜 生技股最容易获胜 股票市场不会让你没路走 就像什么 去年哇 突然一口气跌了多少 三千六百七十四点 很多人说完蛋了 我的人生全完蛋了 对不起 股票市场不会让你没路走 是你自己找不到路 我是不是带领我的会员朋友一路上 就用生技股挺到现在为止 让各位看到 甚至我认为到明年 如果明年再来一次 第三期的变种病毒 你不要说我事情没跟你讲 这事情极有可能发生 因为已经有人证明某些疫苗 对抗某些病毒是无效的 为什么我也没跟你讲说疫苗一定要 当然是要去打 但是我这么形容一件事 今年有效了 明年不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留意 市场只有5%的赢家 市场只有5%的赢家 各位注意 95%都是输家 而且这次的疫苗 我认为会做 这次的病毒 重创经济的情况 会超过过去 因为上次的时候 才是多少点 才是所谓的9000多点 跌到多少 跌到这个8000多 我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上次跌到8523点 才12000点 这次更高 摔下来的时候 那是会动不了 而且这次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状况在于说 很多的电子股 冲到了17000点之后 都发生了所谓 第一个叫做上升屑形出货现象 第二个叫做库存太多出货现象 所以有的时候 市心 老师你运气好 我说不是 这叫上升屑形 你看不懂 如果你看得懂这个的话 17709点 你不会去买股票的 老师 联发科那天说要发16块 我不要买 你要我放空 我都还可以送给你 好不好 对不对 我是不是这样告诉你 我说台积电不涨 涨这些什么联发科 次新科都是假的 我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 4月29号 全台湾 请你注意哦 现在除了生技股以外 你一定要跟我多轰双向 我不知道说这个行情拉下来之后 到了5月6月后还会不会再上去 那时候要看台积电 但是只要台积电不上来 我告诉你怎么冲上去的就怎么下来 对吧 还怕你不买 4月29号还怕你不买说联发科要发16块钱的股息 高档放这个利多 结果我们不要讲联发科我们对了好不好 好像说哎哟 黄老师你就是抓人家 抓人家什么发16块钱的东西 所以你看对了 它整个掉下来 我就说我就从这个点上面来看 环球晶 国具 华星科 飞鸿 合金 伟权店 友达 想友达就好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同一天创了这个所谓的历史的高点 我刚刚讲错话了是不是 历史的高点 短期的高点好了 随便你怎么去认 总之的同一天创下这个高点 万一是历史的高点怎么办 万一是历史的高点怎么办 亲爱的投资朋友 有很多电子股 前一段时间天天都在喊涨价 天天都在喊缺货 我问你一件事 你是友达 你是国具的下游厂商 每天都被人家喊缺货 你会做什么事情 把你们家的所有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全部清干净来放这些原料 你说对不对 你说对不对 我讲这个有没有道理 就是把所有东西全部清干净放原料 以免将来我们的东西可以卖 以免将来我没有东西可以组合成电脑 所以你现在随便去问一下这些电脑厂商好了 为什么华硕到现在还没跌下来 我不缺货 缺货它就跌下来了 请问它不缺货的话 会去给你叫面板吗 用这个脑 你用这个逻辑跟我去想一想 它不缺货会给你叫面板吗 它不缺货会给你叫金元代工吗 你现在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了 你给我去想想看为什么2357的华硕这次反而撑在半空中 因为我都不缺货 我连被动原件我也不缺 当然你不会涨 然后这一波下来之后 连同传统产业股一起往下摔记不记得 你说老师最近传统产业股又很强 我真的必须要告诉你一句话 传统产业股你没有发觉吗 几乎都是因为电子股太贵 电子股是传统产业股 电子股占61% 传产股就算你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才两成多 一个电子股卖掉的高手 可以在传统产业股里面多活三次 多活三次 懂我意思了没有 他可以拿着他的钱东摇西摆 所以才会产生乱冲的现象 乱冲有什么好处 乱冲厉害的人统统卖得掉 不厉害的又套在上面 那这样赚得到钱吗 我只能祝福你 你去冲船团赚钱 但是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的会员朋友都知道说 其实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甚至未来可能还有一年 你说老师我都跟着你做恒大 我都跟着你做高端了 每次做了都想退休 结果看起来好像还要再拼一年 这边写得最清楚 我的会员朋友最骄傲 高端跟台康生 不好意思讲 假如他们没有成功的话 我看我们这次 我们可以不上班不上课三个月吗 如果他们没有成功的话 欢迎各位 跟上真正的财富指挥官 接下来还有 而且现在只要是生计股 由于这次变种病毒太强了 死亡率真的蛮高的 我现在只能讲究死亡率真的蛮高的 你看今天有一档股票叫做泰国 突然之间涨停满了 为什么 我昨天也没想到说 一天可以死六个七个八个十个 我们去年加起来不过才死十几个 现在已经是三四十个了吧 各位看到没有 欢迎各位这是低档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跟上真正的财富指挥官黄敬哲 只有生计股 是现在最安稳的一条路 那么全市场上也只有黄敬哲 能够带你真正能够达到诺亚方舟 保护你的财产 甚至反手涨停涨停再涨停 我等你电话 运达头顾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相评价5再加1 相评价5再加1 所有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周周勤努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涨停 再涨停 运达头顾黄老师 九大标五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涨停板 分担获利待进待出 短线保护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市场唯一 生技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正宗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在线02-2781-0959 2781-0909 车怎么看的 一看一看喔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害 三 消费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以等就对啦 电子股才是台湾最重要的立国根本 我想这句话呢 全世界全投资人都知道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下 这两天有非常多的新闻 都不正常啊 都不对啦 那么美国拉拢晶片业 建十座的电子厂 甚至有人说将来产能压力锅 可能会爆炸 换句话说你不要看台积电 台积电如果说 哎呀大家都来分食他的市场的时候 他就算竞争力再强啊 股价暂时呢也必须要委屈下去啊 而且各位没有发觉一件事吗 我们大家喊了半天 我不能说我们大家除了我啦 就是头顾喊了半天 很多哇新闻讲了半天 我们从这里开始看 这才是16153点而已 还不是最高点哦 从这天开始呢 台积电从来没有过高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看到从这里开始台积电都没有过高 那么各位看一下23 这2327的国具 国具后来也都没有过高 鸿海到了这边的高点之后 也一直都没有过高 对不对 各位看到现在轮到谁 联发科是不是 联发科也跑出来了 联发科这个点出来之后 也一直没有过高 友达也一直没有过高 我在告诉你什么事情呢 各位没有发觉一件事 从这里啊 16153点开始 指数在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电子股呢 是有一档卖一档 有一档卖一档 那个人最赢耶 而且这些都是台湾最重要的股票 而且每一档都没过高啊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各位还不知道说 原来电子股现在真的产生了 我说过库存太多的一个情况 所以电子股的上游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原料啊 那现在整个电子股你看这两天 大家不是讲电子股反弹 电子股反弹为什么不敢弹 它要先弹啊 先跌的先反弹嘛 它要先弹啊 它要先弹啊 结果这两个弹假的是不是 面板的 弹假的还弹真的 哥哥都不敢弹了 我们是老妖耶 所以我常常讲说 各位常常在讲说 什么股票还在创新高 你要去想想看 它其实是还没有掉下来 不是创新高啊 那难道当初你没说台积电创新高吗 你没说国剧创新高吗 你没说鸿海创新高吗 哎呀 什么股票还在创新高 你看一下中刚现在有没有创新高 亲爱的投资朋友 中刚有创新高吗 老师 万海还在创新高 好 没关系 咱们明天来看看嘛 看杨明还没有机会嘛 看长龙还没有机会嘛 那我问你啊 中宏有创新高吗 这不是跟这边的逻辑一模一样吗 把这里的名字改成中刚 这里的名字改成中宏 接下来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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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已经在形成什么 形成所谓的右肩了嘛 接下来这边会形成一个跟这边一样的类似图形 接下来轮到了 就是船材乱冲之后的下场 所以我说过这次来讲的话 从头到尾 那么只有生计股是完全脱离整个行情之外 为什么 因为生计股叫做刚性需求 就像现在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必做 但是我就直接讲 高端你一定要成功啊 你不成功连总统的面子都被砸掉了 有人说老师高端怎样怎样 我跟你讲一件事 台湾其实 其实国外做的也是二期 你不要以为莫德纳做的是三期 他只把二期跟三期合并 一次先给他做 做他一万多个人 台湾没那么多人 台湾最多最多能撑到3700个 你还能够苛责他吗 台湾哪来那么多病人 人家撑一万个 我们哪有办法撑到一万个 顶多就3700多个 这样子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时候讲话大家要互相 互相负一点责任 各位看到没有 来在1月16号 2020年1月16号 我第一个告诉你 恒大糟了 这次武汉肺炎来了 各位当时我都还记得 我跟你讲过一些 医学上的尝试 或是自然科学上的尝试 我说各位去注意一下一下 去查一下 如果错了你还K我没问题 我的会员朋友如果听到这个讲 你去查一下 这个时候去年11月份到12月份 湖北大旱灾 请问这两天台湾发生什么事 旱灾啊 这种病毒最喜欢在旱灾的情况之下 那温度不要太高 他最喜欢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判定说糟糕了 所谓古书上跌到了大旱灾 还有夏末 春末夏初啊 就是春天的尾巴 夏天的刚开始的地方 那个地方最容易发生瘟疫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赤壁之战发生在什么时候 春末夏初啊 所以曹操的兵士是被瘟疫 那时候叫做伤寒打败的 你看那个赤壁的那个电影 有没有看到那个华佗在救那个 曹操的士兵啊 那就是那个东西啦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是标准的中国肺炎 我说这个 我当时我只预估说可能会长这样子 结果啪啪啪啪啪啪 各位看到没有 涨到216块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说那糟糕 第二件事情 第一次戴口罩 戴口罩总不能戴一辈子 第二次一定要碰疫苗了 所以疫苗各位看到没有 应该在这个地方 45块6 这时候我们老板已经叫我说 回来做节目 用力做 这是第一集啊 然后到了这个今年啊 跨年哦 注意哦 这是真的是两次 这是非凡股市现场 2020年触服后头 反正就是那一年的跨年节目 隔一年的跨年节目 我再讲这个 隔一年的跨年是2月4号 我说请你注意 2月到6月要做高端疫苗 一定是高端疫苗的地方 当时106块 当时的台康生44块6 结果就一路上一直飙 一路上一直飙 到了175 我说压下来点要再买 因为事情没完没了 事情没完没了 现在的投资朋友 事情没完没了 压回跌地买还是要买 高度一样46块几 看到没有 还有这个台康生 就一路上冲上去 然后到了287块 我还是告诉你 还没完 看到没有 现在也还没完 就直接告诉你 我想请问各位一件事 你是要相信 去年能够带你做恒大 今年能够带你做高端 而且一次 我不能每次都这样跟你讲 跟你讲你会心太大 我每次跟我会儿朋友讲说 我如果跟你讲高端疫苗 我早就看到400块 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看到多少钱了 我看你会把所有身家压下去 我真的必须要讲 人非圣贤 人不是神仙 我真的 我背着你 我也会怕 如果我万一不小心 看错一点点怎么办 你整个身家压下去 所以我当然是分段分段 慢慢告诉你 今天要不要告诉你这件事了 分段分段慢慢告诉你 会不会发生 不知道 你跟我分段操作好不好 先让他涨一倍 再让他涨第二倍 再让他涨第三倍 我们慢慢来 他涨一涨也会休息 涨一涨也会休息 涨一涨休息 涨一涨休息 对不对 涨一涨休息 涨一涨休息 到现在还在涨 高端现在要帮我们大家对付 现在应该算是第二期 他现在已经是第二期的 COVID-19了 这可能是要对付第三期 台湾不会有生计公司这么无聊 这么早去做部署 但是你现在研究 明年才能变成高端 请问高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年开始研究 今年才会成功 那明年假如说又一支新的病毒 不能说新的病毒 就是原来这次又变了 这支病毒有那个AIDS 有MERS 不想要是人放进去 还是自己这么厉害 可以去吸收出来 难道你没看过这个传说吗 大家一直在讲说中国的武汉实验室 是不是有人为因素 把这个AIDS里面最 AIDS是没办法消灭的 看到没有 它没办法消灭 而且很容易变种 毒性又特强 我还是这么告诉各位一件事 未来的这几年 可能达到五年 疫情严峻 请你找懂得生技股的好事 我也不是不懂科技股 我也不是不懂得所谓传产股 但是我知道资金万一只剩下生技股 这条出路的时候 只有我才能带你登上这条 最安全的 最稳定的诺亚方舟 而且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新疫苗专门对付变种病毒 大家都还不知道 当你能够先上车的话 后面上来都帮你抬轿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黄静泽等您电话 您自己好好做选择 本土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